欸 臭臭了 你不是说这是十万滴血跑酷吗 我怎么只有一百滴血啊 没错啊 你看这不是十万滴血条跑酷吗 那你说 这满屏的地势 我该怎么过去 这个 这个 这个让我想想 小伙伴们可千万别让二条知道 只要他狗带了 就能获得十万血 所以现在我不能 让二条狗带 嗯 有了 二条 你可以在背包里提取保险箱过去啊 对哦 我怎么没有想到 可是 我只有十个宝箱 你我的跑酷也太可惜了 诶 有了 我可以按住潜行键 左边面过去啊 这样 不就不用保险箱了 妈呀 这怎么还是扣血啊 辣椒 要是用保险箱嘛 臭小辣 你怎么老是打我保险箱的主意 你是不是 故意想让我用完保险箱 然后 好给我炫药 啊 对对对 且 我才不上当呢 不就是小小的地势嘛 看我吃个面条 加速跑过去 冲药 臭小辣椒 你给我带会 会干嘛 会心疼 嘎嘎的 是是是 可是 这后面又是满屏的激光 我又该怎么过去啊 这还不简单 用保险箱啊 我才不用 哎 有了 我可以用满的跳跳上去啊 哼 平地把个跳也太难了吧 辣椒 你就算是平均全力 也不愿意用保险箱嘛 那倒难 可是 你混过保险箱的想法了嘛 或许对他们来说 相比方在仓库被遗忘 能帮助自己的主人 才是它存在的意义 有道理 那我提取一个吧 哦耶 终于过来了 下来关 我要是仙人掌就行 不是吧 下来关真的是仙人掌 而且还这么长啊 臭小辣 都怪你乌鸦嘴 这么长的仙人掌路 我要怎么过去啊 让我想想 有了 你被暴力不是有泡泡糖吗 对啊 用了泡泡糖我就能飞 我仙人掌 不是轻轻松松 哎 等等 臭小辣 平时我跑过失误的时候 你照在旁边冷嘲论风的 今天却一直把我过关 你是不是有什么意买 我才没有 我这不是怕你被陷阱扎受伤吗 毕竟我只会心疼嘅嘅 你这样还怀疑我 呵呵 好伤心啊 小辣 对不起 我做了 可是我背包里也没有泡泡糖啊 不是吧 连泡泡糖都没有 你这也太穷了吧 不就是小小的仙人掌嘛 我就不信了 我还过不了关 辣条 别 哎呀 这仙人掌怎么还会弹人 因为新版本的仙人掌 改版之后不仅会持续扣血 而且不允许站立 玩家站上去就被弹开 可恶 那这要怎么过去呀 哎 等等 我的血量 终于是十万滴血了 难道狗袋才能获得 我再来试试看 我来是 好呀 你个臭丑了 难怪你之前又叫我有保险箱 又叫我有泡泡糖的 原来是不想让我获得十万滴血 你这也太爱坏了吧 呵呵 你知道那又怎么样 就算你现在拥有十万滴血 又过不去了 小小的仙人掌 根本拦不住我 你就吹吧 这条仙人掌路根本看不到头 你要是能过去 我就到底起头 这个是你说的 既然仙人掌路不能走 那我们破坏它不就好了 只要我在背包里提取一个圣诞礼盒 然后放在仙人掌上面 它们就会瞬间消失 那又怎么样 你现在连路都没有了 你就更不可能过去了 我再召唤一个小飞鼠 不就能轻鼠过去 不是吧 这也行 乘阿条 你这作弊 我才没有 你也没说不能用作息啊 小辣 你快倒立洗头吧 我说的是你通过整个跑步 我才倒立洗头 小辣 你这脸逼 没被拿去打炮弹 真是可惜了 我现在有十万滴血 岩浆激光 只不过是给我按摩罢了 小辣条 你少笑张 最后一关流环弓手 攻击人可是有击退效果的 只要少又不胜 就会被打入西框 就算你有多少血 也是死路一条 起 小小流环弓手 根本拦不住我 可恶 这流环弓手 也太八能了吧 哈哈 超辣条 叫你笑张 过不去吧 也是忘记吧 别自去欺辱了 小伙伴们 你们有什么办法 能过这关吗 知道的话 就告诉那条吧 歪到小辣 倒立洗头